國民黨中常會間是通過推派韓國瑜搭檔 江啟成來參選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黨主席朱一倫表示 國民黨團結一定是團進團出 現在民眾黨八席就成為關鍵少數 傳出內部有聲音要分裂投票 院長支持民進黨游錫坤 而副院長要投國民黨的江啟成 但是民眾黨否認表示不要以額傳額 還有待二十六號的黨團會議來決定 手拿碗筷的婦人要求國民黨立委唯一支持韓國瑜不能夠跑票 立法院即將進行龍頭選舉 國民黨中常會二十四號通過 由韓國瑜搭配江啟成 參選下屆的立院政府院長 黨主席朱一倫表示選舉一定會團進團出 也向民眾黨喊話 韓國瑜也在臉書回應民眾黨的訴求 喊出共同合作修法 再造完善國會立憑藍白合作 也一度傳出柯文哲將會表態力挺韓國瑜 但是民眾黨否認了這項說法 更有報導指出民眾黨內部有聲音 希望院長投民進黨的游錫坤副院長則是國民黨的江啟成要分裂投票 民進黨是續推游錫坤蔡其昌再戰 而民眾黨八席成為關鍵少數到底支持誰 黃珊珊強調民眾黨有主體性 要等二十六號黨團會議才能夠決定 記者綜合報導 彈不 Soyplist我 不趕視 你的臭足 暢停 挽大